我接下来我想讲这件事 这动态散步 我先放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想要去证明说 高收入会与高支出是有关系的 这边我就先用所得收入与消费支出 还有一个叫非消费支出 那就要去了解这两个加起来 它的意义应该有不太一样的地方 好那我们现在就先来去做一张 就是这两者之间关系的散步图 所以直接布置它贴上 那这一张图请注意 这一张图请不要有拨放轴 就是拨放轴把它拿掉 好那接下来我就要画它的趋势线 你不能说就麻烦你看一下 你看它的关系 然后你就说他们是有正相关 不可以这样子讲 所以我们要把它的一个数字呈现出来 好首先我们最常用的方式 就是把它的相关系数给求出来 先画趋势线 所以趋势线怎么画 趋势线就是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这样搭配 好我们来画这条趋势线 怎么画它的趋势线呢 它的工具是怎么画的 首先第一点到这张图 就是这张图是从复制贴过来的 只是我拿掉这个拨放轴 第二分析在视觉效果 第一个是栏位 第二个是格式 很复杂的迷宫格式 第三个是分析 在分析的第一项就是趋势线 对不对 它趋势线是不是就画出来了 对吧 好所以请你先呈现趋势线 知道吗 不错 不错 因此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